跨年啦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到Y Diary 今年即将过去 不晓得对于大家来说呢 2021是个怎么样的年呢 那对于文具控和手帐控来讲的话 到了年底的时候 就是要布置明年手帐的时候啦 所以今天我们不只会回顾 2021的手帐使用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明年的主力手帐 会有哪些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我的工作记事 我使用TN的乐记事来做我的工作手帐 那应该算是行之有年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2021年我的手帐记录什么样的事情吧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贴纸和DMR都还保存着 那我也会在完成这本手帐的同时 也把它贴上去 好 那我们今年也不另一位啊 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批贴过程 以及翻译下我们这12个月 在工作上有哪一些事情 以及手帐是做了哪一些的小装饰 好 给各位看一下封面封底 完全是用它当初附在里面的贴纸而已 感觉就是蛮饱满的了 来翻译下我这12个月发了哪一些新闻 先说一个大概哦 我的2021月记事啊 希望是走一种色彩斑斓 活泼的气氛 所以大部分都是那种随性奔放系列的 想说是新年的头 所以不要太暗淡 就使用了雷扣的复古蕾丝 还有甜蜜生活的妹子 给一点温暖的意象 那文字是我发了哪一些新闻 这些小花是播新闻的日子 2月看起来空白很多 是因为有春节假期 那既然是春节啊 我联想到的是春暖花开 所以放了喵大的花 再来一个赏花的妹子 结果啊我就觉得说 这个月变得好像有一点浪漫 我先前有参加过 只要带飘楼箱的活动 当时有收到 安琪米拉的四季主题作品 所以装饰本本的时候啊 觉得应该让他们都登场 整个三月都是春牙萌弄的元素组成的 有可爱的妹子 可爱的郁金香 还有可爱的小草莓 那我们就把三月定义成 可爱月好了 再次请出了甜蜜生活的妹子 我在2021年啊 除了会有安琪米拉的四季妹子之外啊 甜蜜生活也会出现四次 我让粉色少女来装点四月 搭配仙女丸的彩色花瓣 感觉就是香香的 甜甜的 开开轻轻的 这个月啊我是使用了 乌萨基Prince的女性 搭配小星星的幽维之光 想营造出一个比较冷静的感觉 因为这个月开始啊 疫情比较严重了 我们也分流办公 就像是一趟未知的旅行一样 online因为小花贴纸没有了 所以从5月开始 播报的时间改成了幸运草印章 那30号是我妹生日 所以放一个佛祖来保佑她 安琪米拉再一次出现 我用下花炫烂来点缀整个六月 不过素材的选择上啊 我是用这种比较蓝 比较绿的色系 想说看起来比较凉快 不然会很热 同样是甜蜜生活的女孩 这边还有搭配喵大的花和色块 今年7月的重头戏是东京奥运 所以可以看到月底有一些奥运的题目 整篇使用的是黄红色系 想说要带一点低调喜庆感这样 这个月我使用了点点城的读书男女来当主角 整本为二的男性就在这边 再来旁边贴一点吉的精致文具们 整个月就营造出一个读书气息 那对我个人来说啊 这个月比较重要的是我们的分流结束了 回到原本的办公室上班 本月份整片都是安琪米拉的秋夜静好 从女孩的穿着 从旁边的风景 建筑 训练 都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 我们不要太萧瑟哦 振奋一点 把它象征城市金风玉露 春华秋时这样子 甜蜜生活的女孩又来啦 这次和小青青的光明记搭配 感觉也是冷静冷静的 这个月的个人大事啊 是准备了好多资料的国庆大会 往往这边是我猛的生日 所以放了佛福萨来保佑 我使用Lady F的丑房子当主角 旁边点缀一些小素材 本来是想找一个妹子啊 后来觉得只有建筑物好像也还蛮利落的 就决定这样子 让11月成为唯一没有放人物的月份 我的年度欢乐月到啦 整片都是安琪米拉的冬雪白爱 然后呢 在这一片雪国风情当中啊 迎接一位大佛 在必然在下的小生日这一天 唉 又被保佑了 那因为拍影片的时候啊 12月还没有过完 所以空白比较多 不过最后还是会补上的啦 大家请放心 那回顾完2021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我依然会使用TN的月记事 来当成我的工作记事手帐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2022年TN它是什么样的主题吧 那主要内容呢 还是从2021的12月 一直可以写到2023年的1月 最后还有附上地图这些资讯也都是有的 这一次主要想呈现听着电影配乐 脑海中浮现的经典电影场景 一种回味昔日的怀旧感 那2022年即将拉开序幕了 也希望大家 以一部首映电影当中的主角心情 来迎接展新的一年 那说到2021年的回顾啊 就不得不提到 我们从年初开始 就使用这一本文库本来参加PTA礼盘的活动 那我们就是比较周期性和系统性的 来进行首帐拼贴的例子 那我们也都有把这些拼贴的小作品啊 po文 po到我们的IG上面 相信应该有不少朋友有看到吧 那我们也挑出今年最多人按赞的前三张作品 综合其中素材呢 在回顾完整年度的拼贴以后 马上来进行一个年终极的拼贴 我们从IG上面看到呢 我们的前三名拼贴分别是这三个 好那这三个作品啊 我们会各自取用一些些元素 来为我们的2021拼贴人生画上美好据点 好我的拼贴手帐年度收尾 取得了三篇IGPO文的主要元素 第一个是用全联网式的两位妹子 那这些英文字还有线条方块和小圈圈 都是纸上旅行 垂起出的雾面PET交代素材 那最后这里啊 还有JAB的电影票券 以上这三个品牌的素材是主角 那其他地方我使用了小星星的光明记 还有文具控朋友分装的制裁 整体看下来啊没有什么特定的风格 算是一个日常又随性的搭配啦 那还是要强调啊 希望可以抛砖影域 让更多人来尝试拼贴 好我们完成PET啦 明年度的时候啊 我们依然会使用这本手杖来做PET 那第三本还有这个 先前我们有介绍过这本三年手杖 我现在呢是开始在犹豫说 我到底是要从明年的1月1号 还是要从后年1月1号 再开始使用这本三年手杖 让我再思考一下 不过呢这个可以列入备案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 它这每一格其实空间不算大 写起来我想可能不算是很负担的 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各位好奇这一轮手杖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这一支影片 里面会有详细的说明 虽然说2021年依然是很不平静的 那也希望各位都可以在身心灵都健康的情况下 做一些快乐的活动 哈喽大家好欢迎到Y&Diary 今年即将过去不晓得对于大家来说呢 2021是个怎么样的年呢 因为呢 好 以上就是我们的年度手杖 回顾和银星 在明年呢 我们依旧会持续文具以及拼贴人生 还请大家持续的关注频道与IG 如果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让我们对未来始终保持希望 新的一年继续平安顺利赚大钱 好 那我们就2022年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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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